祝福有福大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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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輪流上台表演 圍棋山州的使懷者服務營隊 很快進入尾聲 在最後一天舉行營隊結業典禮 13位師資培育生藉由這次營隊 增加食物經驗 更從學生身上得到許多回饋 師資生能夠練習怎麼教育孩子的技巧 然後在這個三個禮拜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老師跟小朋友呢 一起唱歌一起做活動 給他們教語文教數學 還給他們教品德教育 那小朋友收穫滿滿 也因為大家得一起的照顧 讓他們練習怎麼樣教育 這會成為最優秀的好老師 在這樣一個愛心融合大家的關心 大家這個優秀的團隊一起合作之中 一起快樂的成長成功卓越 完成我們的教育神聖的使命 老師們融合創新的教學方法 設計大小型多元探索活動 包括自然科學探索 趣味競賽及合作遊戲等 讓學童透過探索 培養獨立思考團隊合作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精采的學習課程帶給小朋友 深刻的記憶 我覺得老師都很好相處 然後都很好玩 有趣 就是老師跟同學比較常聊天跟講話 美術 因為就是美術都會放些影片 然後讓我們學畫畫 我們大家都會很期待上體育課 因為我們老師都會挑文喜歡玩的 那文就會玩得很開心 縣緣蔡明璇感謝台中教育大學的學生 願意在暑假期間帶領孩子學習 拓展課本之外的學習事業 帶給學童有個精彩又有收穫的暑假 很高興我們復工國小 這一次有我們的死懷者多元教育的一個營隊 我們也可以看到為期三個多禮拜 我們的孩子們在暑假 可以在這邊還可以另外的一個快樂學習 要感謝我們的主辦單位 要跟我們的副工國小 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孩子們有一個另外多元學習的一個機會 那在此特別感謝台中教育大學 引入這樣子的一個學習的資源 未來希望南投縣政府跟宗教大 也有更多教育層面的合作 不管是在四次的培育 還有學生的學習方面 都能夠一起來共同提升南投縣的教育水準 透過活化、創意、遊戲、實作、幾分組合作等 進行教學 希望藉此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達到趣味學習的目的 參加的學生都十分投入且喜歡這個活動 並且感謝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來到學校 帶領他們一同手作與學習 記者洪一輪、喬屯採訪報導